雖然現在能力大了 動作還是一樣非常的大 就是馬龍漂亮一個出手 這是他的出手點 在這邊看到了 哇林秉勝飛起來把這個籃板球拿下來 哇結果華哥在下面 林秉勝...南上加南啊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邊已經衝進來 喔這個坐飛機其實是蠻危險的 沒錯林秉勝他是非常積極的一個球員 身體素質也非常好 沒事了 年輕球員我覺得他的態度是最重要的 他的態度 精神會感染球隊 所以希望他們 中英克風隊在今天這個比賽當中 他們必須要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展現他們的平靜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看靈敏勝 在無辭球的狀況是站在空中 搶著這個球 但是因為前面 這邊其實 下來的位置 周知華 這個坐飛機是真的蠻危險的 所以裁判 這邊也要透過慢動作重播 來認定一下剛剛這樣的一個動作 到底會不會構成更嚴重的一個犯規 違反運動精神的犯規 U吹出來了 周知華是彎腰的 如果他身體是垂直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這樣子 這就比較合理的對抗 當你彎腰的時候 你就有身體的側面跟臀部 可以去影響到 所謂的對方 林敏勝 就造成這樣的情形 所以這也是一個危險動作 這個危險動作 被吹了一個違反運動精神的犯規 不僅是要讓林敏勝罰兩球之外 中心特攻還可以繼續的握有球權 哇 這邊 這樣的一個 哇 這邊 周知華 哇 前面 這連續兩個 踢嗎 這是連續兩個踢嗎 哇 華哥出上啊 這可能會被趕出去喔 哇 剛剛 第一個抱怨的情況下 哇 華哥的 所以就先被吹了一個踢之後 他又衝到了裁判前面去啊 哇 剛剛這樣一個動作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必要的喔 沒有錯喔 周知華 在裁判吹了以後 你就必須要讓這個比賽進行了 因為畢竟來講 這就是一個比賽喔 你必須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在球場上當中去克制好自己喔 哇 這樣的一個 垂判過程在第一節 現在還有44.8秒鐘的時間 所以周知華應該就被吹兩個技術犯規了 嗯 以他的嘴型啊 球迷各自來判讀 但是他沒想到會被吹一個 技術犯規 一被吹他又衝到裁判前面去喔 這個就沒有必要了 因為這好像是要 這個一個假動作好像就是 要威脅對方 這就沒有必要了 畢竟來講 今天裁判只是做他執法的工作 那你身為一個球員 那你就 必須要在球場上 把所謂的遊戲規則保持好喔 這才最重要的喔 那裁判現在是要來討論 剛剛這樣的一個過程喔 吹判最後要怎麼樣來判定 剛剛應該是 如果我沒看錯就是兩個技術犯規 分別有不同的裁判吹的喔 對 所以這次玩應該就 這時候應該就可能要回休息室了喔 在第一節的比賽過程 就有這樣的一個戲劇性的一個過程 哇 然後延誤到了比賽 我看